生要件人或死要件事都找不到 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2001年6月14号 台北市警方接到了一通报案电话 一名漂亮又有气质的英文家教老师张静华 突然失踪 连续好几天 家人 朋友 甚至上课的学生都找不到他 打电话没有人接 按电铃也没有人应门 要知道张静华他的作息规律 但是这一次突然人间蒸发 太不寻常了 就像家人说的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家人报警 所以后来警消是强行破猛而入 没有找到人 也没有留下只字片语 环顾家中整个摆设非常整齐 没有打斗的痕迹 也没有外力入侵的情况 唯一的是张静华的外出鞋还好端端的放在鞋柜 也就是说除非他不穿鞋子外出 否则人应该要在家才对 亲友还发现浴室的摆设有益状 除了浴帘浴巾不见了 地上还放着一罐瓶装水还有电风扇 浴室也似乎刷洗过 洗手台还有浴缸的缝隙 似乎有残留的血迹 老刑警是怎么看怎么怪 总觉得这间浴室哪里不对劲 直到碰上难以解释的怪事 这位同仁当天他送了封锁袋到了现场 当天晚上他回去派出所被勤 就张小姐就托梦 张小姐牵着他的手 张小姐牵着他的手 然后搭电梯 根据这位同仁的形容 是到一个客厅 然后张小姐就指着墙壁上的血 然后就开始哭 尽管还是找不到张庆华 但冥冥中似乎透过了 不可解释的托梦 协助警方找到线索 拍手去看是看不到血 刑事组去看的话 当然就看到一些血 但等到监视组去看的时候 已经发现说 不是这个现场是被清洗过的 所以四张血分布是很多 不到两瓶大小的浴室 经过了监视人员一看 不得了啊 显然是有人要用清水 来清除所有的激震 从瓷砖的缝缝 还有排水孔的边边 都验出了血迹反应 看似毫无头绪的失踪人口案 却在浴室里面发现了不明血迹 变成让警方棘手的命案 没有分尸的中心 有分尸在边一定要有 本体的品质 排水孔 这些都是血 贴的地方都是血 这些浴缸 浴缸老都还会 你说这些有窗帘嘛 对 浴缸嘛 但里面有一个小垃圾桶不见了嘛 最后的电风怎么接下来 这是张静华的燃油 怀疑的 透过监视中心的化学显影 看似正常的浴室 却是个布满了血迹 残疾 经过勘验 而在浴室的地板 门板 墙壁 还有包括马桶 洗手台 浴缸 都显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 这是墙壁 绿色的全部都是血 这是喷药油的血 这个就是所谓的擦拾痕 拿布 擦拾痕 所以这个现场是经过证明 现场血迹分布的范围这么大 总计有107处 清理 擦抹的痕迹 也遍布整间的浴室 问题是这么多的血迹是谁的 警方找来张静华的父母 截取了DNA 经过亲子鉴定 确定吻合 警方直觉大事不妙了 总血量超过15分之一的话 你就可能 这个人就可能会失血过多 休克而死亡 我们有面积啊 所以大概就可以去估算 那认为说这个人可能凶多吉少 因为根据血线的血迹量 还有血水都流往排水孔的状况来看 研判被害人张静华可能已经遇害 但是谁下的毒手 为情还是为财 单身的张静华生活相当优渥 在住处开班教英文还有钢琴 除了有不动产 还有包括了美金 定存 估计有净亿元的财产 平时外向糊涂的他 喜欢跳国标舞 同时有几位交往中的男性友人 但是会突然的失联 格外不寻常 是生是死 亲友急着要揭开这个谜 生要见人吗 死要见死都找不到 警方从张静华的交往关系 还有通年记录 找到一名交往两年的男友 但是他是亲友之中 主张要先报案的 警方还发现有一名46岁 在大陆经营皮革生意的李正卫 在张静华失踪前 和他通了最后的电话 人也恰好在台湾 所以一开始也答应了警方 他会来做笔录 结果一再借故不到 甚至直接搭飞机回到了大陆 放了警方鸽子 这是心虚吗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 张静华他是透过了婚友社 介绍才会认识 返台筹措资金的李正卫 两个人互通了几次电话 也吃过了一次饭 但是根据亲友的说法 他并不想跟李正卫交往 但是理性台商他不肯放弃 警方也发现了 海军陆战队退役的李正卫 在大陆经商失败 还欠了上千万的债务 就在张静华失踪的当天 李正卫拿着他的提款卡 还有信用卡 盗领盗刷了十几万元 还买了机票去了大陆 所以不排除是基于张静华的财产 一个心机很重的人 他认为他的作案手法 该验灭的证据他都验灭掉了 所以警方拿他没办法 他只要一味的否认 张静华的遗体到底在哪 警方已经从浴室发现了多处的血迹 证明就是张静华的 但是无法证明他已经遇害 更无法将李正卫定罪 再加上他已经离开台湾 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案情陷入了胶着 这时警方透过了监视器 发现当初盗领张静华存款的 除了李正卫 还有他的妹妹 案情终于露出了曙光 于是传唤台商的妹妹来应讯 结果还意外的发现 李正卫在回台期间 曾经跟妹妹借车代步 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线索 因为没有办法证明当事人已经死了 也没有办法证明 嫌犯哪一个人 哪一个嫌犯杀了他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呢 我们的第二个机会 就在他的车辆的地方 一般来说 跟家人借车代步很普通 也很正常 但是这跟命案有什么关系 因为警方研判 如果张静华真的遭到了杀害 为了湮灭证据 所以一定要把尸体带走 那就需要用到车辆 李正卫长期在大陆 所以回台 他就会跟妹妹借车 所以 如果是用这辆车来弃尸 车上极有可能会留下蛛丝马迹 警方用多破绿光源 照出了两处激震 后座还有后车厢 都发现了血迹 经过DNA比对 也确定都是属于张静华的血 那也只能证明 被害人可能是受伤流血 但是要如何证明 女老师已经遭到了杀害 在后行李箱产生一个低流状的血迹 就是血在那个地方没有转移 就在那个地方一直滴 请问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如何去解释这样低流状的血 而且不是少量 是有达到是算多量 简单说 后车厢他就放了一块遮氧板 血迹滴到上面 再往下渗透到第二层的底垫 这还没完 警方把这个底垫一掀开 赫然发现 最底下的隔板 也就是第三层的甘蔗板 上面也被血迹渗透了 能够这样穿透三层隔板 这种低流状的血迹 一定要累积足够的血量 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如果张静华他只是受伤 或被捆绑在后车厢 是不会出现这样的血迹状 所以证据收集到这里 张静华遭到杀害弃尸 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这时警方又遇到了怪事 只要经过作案的那部车的时候 他都看到一位小姐坐在里面哭 案发后三个月 李政卫疑似盘缠用尽 加上他认为警方拿他没有办法 所以在妹妹亲情的召唤之下 还是回来了 他自信满满 带着律师到警局来应讯 结果被收押 但是还是死不认罪 他没有想到 妹妹车上的后车厢的血迹 加上浴室的107处的血迹现行 最正确凿 他已经脱不了身 因为他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后行李箱的血迹 提出一个合理化的解释 他就认为说这是警察栽账 因为他的尸体没有发现 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并案现场 还有包括说他曾经使用过车辆 因为车辆有发现被害者的血迹反应 所以11点左右也可以证明张小姐还是存在的 但是张小姐的电话呢 11点以后就不见了 就完全没有通话了 那李箱贵就是6月14号的当天 深夜开着他妹妹的车 跑到金山去 跑到金山去 这也就是未来 为什么我们怀疑他到金山市去做起始的动作 他手机的位移 手机封场的位移 在失踪的当天 就发现是从现场的地方开始 然后经过建国南北路 一直到中山高 再从北海岸那个地方绕了一圈回来 而且是半夜 所以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假设半夜 他去做了一个气势的动作 狡猾的李正卫始终否认杀人 警方在金山地区大规模的开挖壳的地点 可惜挖了几个月还是一无所获 也成了治安史上第一起无师命案 疑似为钱杀人 不过尸体找不到证据不足 一审无期徒刑 二审判死刑 又送回更审 不过嫌犯还是否认犯案 2005年6月 华越判决李正卫必须要赔偿 张静华的家属257万元 但是张静华的家属 要的不是赔偿 而是宝贝女儿究竟在哪里 事隔多年 女儿被杀 被弃尸 却找不到遗体 张爸爸还是无法承受 失去爱女的痛 只能翻着照片找回忆 现在他判了死刑 判了我这东西 没有死刑 没有这些 都没有拿过 我都不问 跟审后 法官考量凶贤 愿意回台征讯 表示良知未明 2006年3月 李正卫无期徒刑定业 假借追求张静华 找他出钱要投资大陆的生意 却在张女的住处杀人 落小女子 怎么敌得过海军陆战队退役的李正卫 司法史上的第一起 无师杀人案 全靠低血现行的科学试证 只是悲剧的真相 就像张静华的遗体下落不明 依旧无法水落石出 我的故事说到这 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 别忘了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掌握最新的进度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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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